我今年提案呢 其实因为时间关系呢 只提了一个就是跟那个民办的高校有关系的 我希望呢 现在那个内地学生到香港就学的 就读这个安排呢 有点改变 第一因为这个达湾区的那个发展呢 其实也是要促进两地的人人的那个流通 坦白来讲 现在这个两地的人人流通 还是比较单向的 是香港往内地走为主 内地到香港呢 是比较少一点 而且这个限制很大 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要打开这个那个流通 完全打开也是不现实的 那个达湾区的规划也是要求 这个流通是有序的 所以我这个提案主要是说 按照现在我们这个内地学生到香港那个就学的安排 这个基础 我们做一些改变 主要就是与达湾区内地学生做一个对象 进行试点 允许他们到香港的民办高校里面去学习 特别是民办高校里面应用型的技术型的学科 让他们来就读 然后最主要的是改变 以往这个上线 以这个院校的那个总体学生人口的百分比 这个安排 把他取消 变成了用香港高校 民办高校的圣语学额 来接收内地的大欢区的这个学生 这样呢 因为我们用这个他圣语的名额 那就会比较科学的 不会增加香港学生的数量 而且也不会给那个社会的资源造成压力 也会给香港的民办高校一个新的出路 对香港的年轻人来讲呢 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特别是民办高校的学生 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们可能缺乏跟内地学生深度交往的机会 有了内地学生在他校园里面学习 他就可以通过这些内地同学的关系 建立在内地的网络 对他装来在大欢区里面 就业 创业 发展自己的事业 是很好的那个条件